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 蠻特殊的要帶大家坐著時光季 我們要穿越時空 到去認識另外一個新竹 就是在那個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很陌生的兩個字 柚染 在今年六月在我們交代我們前面的英文空間 我們交代英文中心 跟我們醫藝所在老師團隊 有合作策劃了一個柚染的文件展 在場有去看的幾首 有沒有同學 都沒有 完全沒有 那很可惜你們錯過了一個非常感慌的一個機會 可以認識新竹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大家去過親大夜市嗎 在親大夜市在過去一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大煙囪 一個很高的大煙囪 高60米的大煙囪 可能沒有走到那裡 下一次你們去親大夜市吃吃宵夜 或吃點心的時候 記得抬頭看一下 那跟大煙囪就是跟我們今天 演講的主題有關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是希望帶領大家來認識 我們新竹的前世今生 因為在包括我們交納還有清大 這個校園的前身其實都是新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場域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海軍第六燃料廠的新竹市場 那後來他是等一下賴老師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我們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的賴文楚賴老師 可能各個同學都不是相關的領域 所以大概沒有機會修賴老師的課 不過也許認識了以後 以後可以有機會來上航空同學的課 那今天我們要透過賴老師的代理 來認識這個交大跟六燃的關係 那這個海軍第六燃料廠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二戰的軍事移植 那也是關係到我們新竹的很重要的科技產業的一個搖欄 就是包括我們為什麼科學區會選擇在這邊 跟海軍燃料廠之前的一些設施 都非常非常有關係 這個也牽涉到後來清淡現在的校園 也完全都是海軍燃料廠的範圍 所以今天我想這堂課跟我們每一個人其實息息相關 那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塊土地發生的事情 沒有紀錄就沒有發生 那我們每一個人就很生活在21世紀 可是我們如果了解這塊土地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能會更有慈悲心 然後大家也可以奉獻一些智慧 那這個也是我們回饋這塊土地最好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教大也默默的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我們是城市的一份子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我們教大的一些優勢 跟人才來貢獻給這塊土地 那今天我特別要為大家介紹我們賴老師 透過他的分享讓大家知道 我們教大的團隊 目前在這個城市裡頭在做什麼事情 那未來還有很多需要更多的年輕的夥伴 我們共同江戶的 那我們現在就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戴威神戴老師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分享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想先知道一下有多少人是新竹人 或者是你認為你是新竹人的 請舉手一下 讓我了解一下 很少耶 有 可是還是有 知道見美路上就是清大夜市 有一根很大的煙囪的舉手 也很少 也很少 不過也有 那今天這個演講就很值得了 就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可以趕快分享 為什麼這個地方很特別 我是應用藝術研究所的賴文淑 那今天的演講的題目叫 活影域活博物館 朝向六燃新竹生博物館之路 然後同學可能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有一個博物館嗎 還沒有 可是我們在努力中 那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交大會投入這個計畫 然後主要是在2018年的時候 我寫了跟文化局 新竹市文化局寫了一個計畫 那它就是大煙沖基地保溫木林駐站計畫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去寫這個計畫呢 其實這個又要再往前推一點點 就是中原大學的趙嘉寧趙老師 他曾經在2016年的時候到交大來演講 好像也是在一個通室的一個場合 然後我剛好就跟各位一樣就坐在下面 然後聽了趙老師的演講 然後我才知道有一根大煙囪 然後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大煙囪 它是二戰流下來的大煙囪 也就是說是那時候的日本 日本人在這個地方蓋的一個 所謂的海軍第六燃料廠 那也是那個機緣我才知道說 原來新竹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地方 然後這樣的一個啟蒙吧 就是說趙老師給我的一個啟蒙呢 就讓我慢慢慢慢在心中裡面發酵 一直到2018年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計畫 然後也是很幸運的就是 新竹市文化局相信 交大可以當廠商 就是說我們去標人家的案子 其實我們就變成廠商了 就讓我們交大來承接這樣的一個標案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案子 其實就很特別 所以我就跟學校談了說 那我們要不要 不要只是以做標案的這樣的一個心態 來做這個案子 而是以一個所謂的我們為新竹市 留下一些東西 一些重要的東西 以這樣的心態來做這個案子 所以我就跟學校提了一個 我們來以交大為一個領頭羊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二戰的 所謂的歷史的現場 或是遺址 你們怎麼看待它 這個我們待會會再繼續討論 有沒有可能把這個地方 變成是一個我們屬於我們新竹的 一個很驕傲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二戰博物館 那我當初其實在寫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把它叫成未來博物館 因為我不知道它會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把它定成未來博物館 後來我們改了名字 就是給它另外一個名稱叫生博物館 那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生命的 生態的 生活的 活生生的 跟我們的個人 跟我們的這整個地區 甚至跟我們整個台灣 都是非常有關的 所以它是一個活的 有機的 還沒有被定義的 而且它是一個隨時隨地 都是會因為我們的投入 而產生變化的一個博物館 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文化局的 保溫牧林駐戰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也同時推動六藍新竹生博物館 我們希望這兩個計畫是可以相輔相成 因為大家都不太清楚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 所謂的不知道這個地方的來龍去脈 我們就非常簡單的介紹一下 其實當初這個六藍 這個海軍第六藍藥廠 第一個它是第六 所以它前面一定還有五個 對不對 那要不要猜猜看前面五個在哪裡 這前面四個都是在日本 那第五個在平郎 第六個在台灣 那為什麼會蓋第五個跟第六個 其實都會跟二戰非常有關係 那其實日本人在這個地方蓋 這個所謂的海軍第六燃料廠 其實是在戰爭 已經有點接近末期的時候 它才開始啟動 而且一開始是主場是蓋在高雄 然後台中也有一個廠 然後新竹是其中一個分廠 可是隨著這個戰爭的開打 它的重心就慢慢移到新竹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1943年蓋的 然後是在一個二戰的時候 日本在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海軍基地 那它主要呢 是一個非常 規模非常大的 你們大概沒有辦法想像它有多大 清大 清大夜市 光復路介於公告五 這整個330公頃 全部都是海軍第六燃料廠 那個清大的成功湖 其實是這一個燃料廠的消防湖 可以想像嗎 很難想像 那他們主要的一個任務是在提列所謂的一星丸 那一星丸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把它加到燃料裡面 讓飛機的性能可以提高 因為其實日本打仗到後來是靠著這些飛機 在往南挺進 所以也可以說 當時的這個地方 就是亞洲最先進的高科技軍事工廠設施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腹地 可以看得到嗎 這個地方是台灣的台鐵的鐵道 然後 看一下 這個是東門城 然後這個地方是火車站 你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下來 然後光復路 我們交大就在這個邊邊上 對不對 然後這是清大 那整個 你現在看到的A B C D E 全部都是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 我們現在在講的大煙囪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A區 就在建美路上 就清大夜市過去一點 然後B區呢 就是專門在那個 做那個 合成的 異星丸合成的那些 出煤工廠 然後西區現在都還在 是四個 非常非常大的 大油槽 然後 江軍村最近已經 轉型成功了 變成是一個活的 圖書館 那這個可以上網查 都有一些資料了 所以它的範圍呢 基本上就在新竹市中心 跟科學園區之間的 一個樞紐地帶 那它的地理位置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 高速公路一下來 它馬上就可以到 那這張圖 是在什麼時候拍的 是1895年 就是其實是我們剛 割給日本的時候 台灣剛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就已經畫了這個圖 那同學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條 藍色的這個線條 其實這個就是 當初的所謂的 丁浦郡跟那個 隆恩郡 那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地方 就是說為什麼日本人 會想要在這個地方 蓋海軍第六燃料廠 第一個 它需要水 因為 它這個工廠需要大量的水 它才有辦法 所謂的做一些合成的 這樣的化工的 這樣的一個實驗 工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 竹東有 我們這邊有非常豐富的天然氣 應該說竹東那邊 有非常豐富的天然氣 然後再加上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甘蔗田 天然氣 水 甘蔗田裡面的糖 其實都是當初 必要的燃料 那 這些東西都需要煤 所以 必須靠近鐵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 那個鐵路的末端 其實就在這個 第六海軍燃料廠附近 所以你從這個圖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訊息 這是龍恩郡 這個是丁浦郡 這個是光復路 二段 這個地方叫做超阿楚 這個地方叫赤土宰 赤土宰就是現在的赤土旗 那這一張是1945年的時候 就是 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 一個空照圖 然後我們在上面覆蓋所有的建築物 你可以看到那個橘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當初的廠房 有一百多棟 一百多棟 可是你再看 這是1945年了 這個是1976年 是變得很少了 越來越少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杜更 我們需要重新蓋房子 所以一些東西就慢慢的消失 也就是說 一個二戰的歷史現場 其實慢慢的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消失 然後這個是2016年 好 只剩下十幾棟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橘色的那個標柱 那就是剩下的建築物 只剩下十餘棟 然後不久的將來 還要再拆三棟 所以我們可能剩下不到十棟 所以我們可能剩下不到十棟 那這樣就看得更清楚了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大煙囪 你可以看到焦大在這裡 清大在這裡 光附路 那很多很多的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紅色的都還留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都還看得到這些東西 剛剛這已經講過了 為了這個 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大煙囪在這裡 這個是非常早 美軍拍下來的空照圖 大煙囪在這裡 那個廠房在這裡 屋頂現在已經沒有了 好 那因為 根據很多文史學者的這個研究 它是一個 臨時發電廠 就是這個大煙囪 我們在講的是 只有其中的一棟的大煙囪 它是一個臨時的發電廠 然後呢 它是用燒煤 蒸氣 的方式在運作 所以就會有煤水 然後需要 緊緊接近丁浦郡 然後有鐵路 這就剛剛已經有交代過了 好 這張照片是 從建宮國小 建宮國小的同學應該也不陌生 就在慶大夜市旁邊 那時候在大概 48年到50年的時候 他們這個學生在這個操場 可能在運動啊 或者什麼事在幹嘛 就在這邊有一些作息活動 然後突然之間 我們這是聽那個 當時的區民告訴我們的 就是說 他們聽到 蹦一聲很大聲 然後老師就趕快廣呼說 那個住在大煙囪廠房的小朋友 趕快回家去 看看家裡有沒有怎麼樣 因為屋頂掉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建宮國小其實就在這個大煙囪的後面 所以就是這麼的接近 全部都在慶大夜市而已 那一開始有這個屋頂 到了51年的時候 它就塌下來就沒了 那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屋頂 所以這個就是現況 你現在如果去看 它就是大煤斗 就是把煤放進去的地方 有四個 二樓有四個大煤斗 一樓有更多 將近十個 那煤斗下面都是大鍋爐 其實就是在燒這個 在燒然後產生這個爭氣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二戰的現場 可是1945年戰爭結束 日本人慢慢的回去以後 國民政府就來接收這個地方 一開始是所謂的 中國石油公司從大陸過來接收 接著1949年 國共內戰 就有很多的軍隊 就跟著國民政府撤退到這裡來 那高階的將領都有地方住 可是低階的這些兵軍人 就沒有地方住 所以那時候的國防部 就說你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先蓋一些小房子 那也就是他們就非常的碧綠藍綠 就是自己去找這些磚頭 找一些建材 然後就慢慢的在這個工業的廠房裡面 蓋了這些居住的小聚落 那其實就是違建 那時候就是違建建築 可是這樣子一住也就住了60年 一直到最後文化部決定 要把這個地方保留下來 所謂的歷史建物 然後在2013年最後的一戶 建物就搬出去 那這整個廠區 就變成是一個準備規劃期 就是它要慢慢轉型成一個 所謂的文化遊區 那到底它要變成什麼 其實現在沒有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知道它會是一個文化園區 它也有可能是一個博物館 也有可能是一個所謂的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稱 可是不管如何 我們都知道它要被保留下來了 然後它究竟要長成什麼樣子 其實是有帶於我們大家來努力 這個就是文化部啟動的 新竹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場 與眷村聚落歷史現場 再造雨活化計畫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很多的 跟這個相關的案子 其實同時在啟動 那我們江大其實就是參與了 所謂的保溫木林住棧計畫 我們現在最重要要保存的就是 先是那個大煙囪 那個大廠房 那其餘的不同 A B C D E 不同的地方 它會有不同的所謂的計畫 來做規劃 不過我們現在交大目前的 就是先針對那個大煙囪廠房 來做規劃 然後 當我們在介紹這個計畫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會問 保溫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什麼叫保溫 木林大概很容易懂 因為就是跟大家做好鄰居 對不對 可是保溫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 就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 這是一個台灣二戰歷史現場 那我們希望它在還沒有轉型成文化園區的時候 可以保持溫度 那所謂的保持溫度就是說 透過一些活動 透過一些規劃 可能是文史的活動 可能是藝術展演的活動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科技 智慧科技介入的活動 它可以讓人 可以讓歷史 可以讓文化 可以讓生態 不會因為遺忘 或者是人為的破壞 然後自然的毀損 或者是因為都更 拆掉更多的歷史建物來蓋大樓 不會因為這些事情而失去它的溫度 然後 對不同的對象 其實就會要有不同的保溫的方法 或者是木林的工具 好 這個是 只是其中的所謂的文化局的 保溫木林 助戰計畫的一個 團隊的結構圖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專業的人 其實都進來了 有中原趙嘉蓮老師 他是景觀設計方面的專長 然後有我 我是比較是藝術跨域的 然後有建築所的學老師 然後也有我們的電腦視覺研發中心 然後下面其實後來 林一平教授 就是交大的IoT Talk也都進來了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所謂的跨域的合作 那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這些人 都陸陸續續就都到位了 好 我們來講保溫要依對象 然後採取不同的方式 所以 有年輕人 有老年人 有一些朋友是從大陸1949年才到台灣來 所以 這些人 對這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認知 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要跟他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 那在2017年12月的時候 其實趙老師就帶著文化研究 國際中心的老師跟學生 還有一些國際藝術家 其實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現場的所謂的文史踏差 去開始想要多了解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我們執行計畫 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這個就是大家都會很想去的地方 它其實是四個地下大油庫 可是它不是開放的 它是必須要有專人帶領才可以進去 然後裡面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是全黑的 那是一個以前中油在使用的油庫 可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再使用了 所以它就先保持一個現狀 然後你看到什麼 這個是2017年的時候我們進去 然後我們就發現 趙老師偷偷的帶著他的學生 然後扛著大提琴跟小提琴 就進去然後在現場演奏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可能的展演空間 所以我們就開始對這個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那也就是在這樣的種種的機緣之下 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所謂的活影域 活博物館新竹生博物館計畫 我們是希望透過這些計畫 我們可以找到保存的方法 可以找到活化的策略 然後最最重要的是 讓新竹有一個我們自己值得驕傲的博物館 而不是每次到禮拜六禮拜天 同學就通通怎麼樣 跑去台北 因為台北最好玩 可是新竹到底有沒有一個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留下來 跟我們一起 真的就是變成我們生活一部分的一個地方呢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 希望是一開始 就是從我比較擅長做的 就是透過藝術專業 然後我們其實是進行一個 所謂的理性的探討 然後用一個質疑性設計的手段 我們開始透過很多很多的活動 都是在提問 就是說問我們需要一個博物館嗎 那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的裡面外面 到底都要放些什麼東西 要有哪些硬體軟體 這些這些其實都一定要跟我們的在地有關係 一定要跟我們每一個在新竹活動的人 在這邊安身立命的人有關係 然後也要有智慧科技進來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非常重要的 保育類的雙毛蝙蝠 就住在那個大煙囪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這個地方 是一個科技的 是一個生態的 是一個人文藝術的 一個活生生的博物館 如果你從來沒有去過建宮國小 其實你可以去 因為就很近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個小小的建築物 其實是一個日本人留下來的地上的小油草 那時候建宮國小的校長 本來要把它拆掉 就是因為不曉得那個小油草能夠幹什麼 可是後來他一想 不對啊 這是一個二戰的歷史建物 拆掉多可惜 所以他就去找了錢 可能是跟教育部申請兼費 他把這個大油草 小油草 他不大喔 不是很大 就把它改成是一個向陽藝術館 那他雖然正式的名字叫向陽藝術館 可是他是一個多功能的教室 所以現在建宮國小很多活動 不管是對外的還是對內的 都在這個小小的油草裡面進行 那這個是我看過最漂亮的一個多功能教室 他又是歷史的 他又是怎麼樣 生活的 他又是教育的 他跟小朋友的 所謂的所有的活動都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那有了這樣一個很棒的例子 我們就覺得那整個六人是有可能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很棒的一個博物館 或者是文化有趣 好 這一個也是一個油草 可是這個不在台灣 這是英國Tech Modern Museum裡面的油草 然後他們已經很成功的把它 轉型成一個藝術展演空間 所以我們看到很成功的例子了 在日本全島經驗所 他後來也變成是一個美術館 他當時是在練童的 可是後來因為沒落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繁華只有十年而已 接著他就怎麼樣 就廢製了整整 將近九十年吧 可是後來有一個基金會 所謂的巧聯制這樣的一個文教集團 他就把它買下來 然後在2008年把它轉型成美術館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遺址 然後變成怎麼樣 一個美術館 而且他這個美術館非常非常的特別 你看 他特別在哪裡 就是建築師一開始在設計這個 這一個美術館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那個概念定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讓這個地方 以前是個煉金筒的地方 那變成是一個什麼 跟自然環境的能源 可以結合再生 而且他希望美術館自己本身就是 這個自然循環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就種了很多適合這個地方的植物 然後讓植物呢 跟這個高度的水質淨化系統整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希望是以一個最人性最接近自然環境的關係呢 讓這樣的一個工業遺址跟美術館跟人跟環境 整個共生在一起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很成功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 下面這個地方是一個展覽空間 然後空氣是自然的 空氣是自然的 由這個大煙沖進來 然後因為這個 這個植物跟水 水系統的共生的關係 所以他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環保 非常生態的一個環境 然後這麼漂亮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有 那我們其實可以好好地規劃 讓我們也有一個很棒的 一個很人文的 很藝術的 很科技的 很生態的一個博物館 好 那 現在切入重點了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我們新竹有一個 美術館或者是博物館 那我們到底希望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很快地回顧一下這個地方的歷史 1943年是一個工業的燃料廠 然後1949年空軍工程聯隊撤手到這裡 然後駐紮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這些軍人在這邊住下來 就變成一個樓中房屋中屋的 這樣的一個很特殊的眷村聚落 然後1945年天然氣研究所 也就是所謂的工研院的前身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就設立了 接著是清大 1956年在台副校 然後成立原始科學研究所 接著1958年 焦大在這邊副校 然後就奠定了什麼 新竹科學園區的基地 同學應該都知道 我們清大跟昭大的畢業生 其實畢業之後 非常非常多的人 就進入這個科學園區在工作 其實在做的就是一個比較高科技的產業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我們要講說 我們現在要朝向亞洲第一個 國家級的二戰博物館 那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其實這個是要思考的 不然的話我們也只能嘴巴說說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這個催生中的新竹生博物館 然後 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到底新竹在二戰這個階段 我們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很少在課堂裡面談這些問題 然後 新竹到底是不是一個二戰城市 同學應該都沒有答案 就會說是嗎 我們是嗎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新竹的歷史都搞不清楚 我們對它的過去的記憶也很模糊 那這個城市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城市 那如果說我們開始了解它的歷史 我們對它也有了一些記憶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反思 批判實踐的能力 我們才有辦法保存它 活化它 要不然它還是會在原地踏步不動 這個就是 同學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 生博物館的生是Living 是活生生 是跟生命 生活 生態 生產 連結在一起的 我們在講生產 是從二戰時候就在生產 因為這個地方是烈油廠 對不對 然後後來變成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每年在台灣的產值 佔了多少 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保溫的意思我一開始就有講了 那生產的意思真的就是經濟的生產 蝙蝠的生產 將來它可能就是一個文資活化經濟的生產 那有看到這一隻嗎 有點不清楚 它就是住在那個大煙囪裡面的雙毛蝙蝠 它是跟死虎還有黑熊 是同一個等級的保育類的動物 然後它在最多的時候 在大煙囪裡面有一萬多隻 可是現在樹木一直下降 可是它下降的原因不是說它都不來了 而是它開始慢慢跑到旁邊的 仁愛國宅的鐵皮屋 它們可能覺得那裡更適合 因為溫度的關係 那這些蝙蝠值得一提的是 它們都是母蝙蝠 公的蝙蝠不會來 只有母蝙蝠 而且都是懷孕的蝙蝠 那它們每年在清明節前後 就飛到這個大煙囪 跟旁邊的這個國宅的鐵皮屋 它們就在這邊生下小寶寶 然後在這個地方把它養大 一直到中秋節前後 這個小蝙蝠已經長大了 可以飛了 它們這些蝙蝠 這些蝙蝠媽媽 又把它們帶回去 往北邊飛 那雙毛蝙蝠 是一個很特別的所謂的物種 全世界很多的生態學家 蝙蝠生態學家都在研究它 那它往北邊飛 飛到哪裡去 其實現在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它往北迎 那可是確定的是 新竹大煙囪這個棲地 是亞洲最南端的一個棲地 而且是非常清楚 每年都會來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大煙囪的重要性 就不光只是一個二戰歷史的 所謂的建築遺構 而且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雙毛蝙蝠的棲息地 所以我們要保護它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森博物館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各位同學現在坐在這邊 聽這個演講 其實就是一個參與者 就是說每一個事情 每一場活動 每一個參與者 每一件的文史資料 或者是作品 每一次的相逢或對話 如果我們有一些對話的話 那本身就是活影域或博物館的巨線 就是我們透過實踐來做這件事 我們在這邊 我們齊聚一堂 我們來討論 這個地方可能可以變成什麼 其實這就是活物館的含義了 它不是一個公式 也不是一個 就是指完全 copy別人的想法 而是我們討論出來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對話 每一個相逢 都是一個活影域 那這些就會變成是 這個活物館的生命體 所以我們是以一個 以人為中心 而且是要親身參與 以這樣的程序跟核心 來作為這個博物館的精神 這個是一個網站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執行這個計畫 我們就蓋了一個 新竹生博物館的網站 如果您有興趣 你可以進這個網站 因為我們其實把 我們是希望這個計畫結束以後 因為計畫還是會有結束的一天 可是我們希望在這個二十個月 或者是更久 計畫結束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資料 通通在這個地方 那之後有人想要繼續承接這個棒子 你就可以不用從零開始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很多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德國有世界級的二戰博物館 這個是柏林猶太博物館 這是我自己去過的 就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是一個二戰國 它對自己以前曾經做的事情 是這麼的重視 他們花這麼多力氣去蓋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 這個是美國紐澳兩 也有一個國立的二戰博物館 那我們有沒有 我們明明就有參與二戰 我們有二十萬台灣人上戰場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博物館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也有亞洲第一座的二戰博物館 不管我們是叫它美術館 深博物館 未來博物館 或者是文化園區 都沒有關係 名字都沒有那麼重要 主要是 我們的這個博物館的裡面 外面要有什麼 它的硬體軟體要怎麼蓋 我們希望它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是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們如果說 我們現在要蓋一個博物館 那我們要不要先看一看 新竹現在有哪些博物館 後來我真的去認真看了一下 我們現在有特色博物館有七個 有眷村博物館 有玻璃藝術博物館 有小熊博物館 這是我前幾天才知道的 小熊博物館喔 還有一個影像博物館 還有郭元毅高炳博物館 新竹館 還有台灣的紅茶 紅茶葉文化館 它是在香山 藝術博物館有兩個 一個是新竹市美術館即開拓館 然後一個是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科學博物館有一個叫台積創新館 可是它沒有對外開放 它要預約 那後來我去看它裡面真的很厲害 就是台積電它的這樣的一個高科技的一個企業 它自己做了一個創新館 那還有一個美術館叫做絕版影像館 也很有趣 同學也可以去看 那另外一個軍事博物館 叫做黑蝙蝠中對文物陳列館 這個就是台積創新館 我沒有去過 因為我也是真的 就是因為我在執行這個計畫 然後我在思考我們 如果有一個博物館 我們要蓋成什麼 然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台積電有一個創新館 那裡面都是高科技 它花了好像是兩千萬蓋的 所以我就開始在想說 那如果我們要蓋一個博物館 我們到底有哪些條件 我們有延續性嗎 我們有獨特性嗎 我們地區有哪些舊元素 那如果有一個所謂的 新的代表地區的元素 那會是什麼 我們要不要加進來 這個表有點像是我自己在喃喃治癒 我也想要想把它搞清楚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要有一個 自己的博物館 然後這個博物館又跟二戰那麼有關係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問一些問題 就是台灣有自己的二戰史嗎 有嗎 同學 醒過來 醒過來 台灣有自己的二戰史嗎 認為有的舉手 沒關係 好 有老師舉手 黃老師舉手 認為不清楚的舉手 台灣到底有沒有二戰史 很多人 好 那個沒舉手 都沒舉手 還有什麼 覺得我們的二戰史 就是八年抗日史的舉手 大家都 想不用舉手好了 好危險 這老師不要有沒有陷阱 好 其實就是一個不清不楚的歷史 從來沒有好好的討論過 台灣有沒有自己的二戰史 好 那這件事情沒有談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有什麼二戰博物館 或二戰紀念碑 對不對 我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二戰史 那我們如何蓋一個二戰博物館 或者是蓋一個二戰紀念碑 台灣有二戰紀念碑嗎 請問 有的舉手 你覺得台灣有一個 有二戰紀念碑的舉手 沒有的舉手 那個還不確定的可以上網馬上查 就知道有沒有 就是因為有太多重要的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的討論過 所以質疑性設計 這個方法就很重要了 台灣參與二戰結束到現在已經74年 沒有任何跟二戰有關的 歷史博物館或紀念碑 如果我們要使用人文藝術或科技 來再造歷史現場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到底是誰的二戰歷史 是誰的二戰現場 好 這個就是六蘭的一個照片 只是我們已經在Photoshop裡面後製 右邊這個就是我們11月要 在這個地方演出兩個互動劇場 國際互動劇場的一個裝置 我們所有的投影會投在這個 四米高的這樣的一個會動的 就是在這個Cube上面 這個是轉載自政大歷史系教授 藍思琦老師的一篇文章 這是他文章的標題 他說紀念是一種跟遺忘的對抗 那把平民放回戰爭記憶中 開始台灣的歷史和解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重要的 我們在談歷史 我們不可能不把老百姓放進來 因為戰爭衝擊最大的就是平民百姓 那這張照片 同學看起來會不會有點眼熟 那個背影是誰 大聲一點 我看你的嘴型是對的 是前總統馬英九 眼睛好銳利 馬英九前總統 他凝視著一張抗日戰爭的油畫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台灣有參與二戰 可是台灣在打二戰的時候 是用什麼身分打 有誰願意回答一下這個小小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二十萬人去打二戰 是以日本人的身分去打 我們只是在還原歷史而已 所以這個要搞清楚 這個就是盧溝橋四邊 就是八年抗日 這是不同的歷史史觀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只要我們腦筋清楚 我們就應該要把事情還原 所以簡單的說 台灣自己的二戰觀點 並還沒有具體成型 我想有很多的學者 已經開始在做這相關的研究 可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觀點 其實是還沒有很完整的 被系統化的建立起來 所以日本有大東亞戰爭的史觀 美國有太平洋戰爭史觀 蘇聯在看這個二戰史 他的看法就是 美因帝國主義 對抗日的帝國主義 兩邊對抗來講都是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有所謂的八年的抗日的史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民主戰爭的史觀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土地上成長 我們還是要把一些事情還原 就是台灣有沒有自己的二戰史觀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我們沒有一定的答案 可是是需要討論的 所以我們在講說 還原一個二戰的歷史現場 其實你必須要用台灣的一個觀點 來看待這件事情 只有把這個事情 把所有的參與這個歷史的人 他的觀點跟他的地位都釐清 每一個觀點都要充分的被展現 我們才有辦法把這個歷史好好的講清楚 那也只有先講清楚 我們在所謂講的再造歷史現場 不管他是透過科技透過藝術透過人文透過歷史 這樣的論述才有辦法落地 這樣的行動論述才是有意義的 不然我們都是在講一個模糊不清的圖片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交大目前採用的方式 我們就是社會批判 藝術介入跟智慧科技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智慧科技 因為我已經跟你們講過了 煙囪裡面有寶玉類的雙毛蝙蝠 然後這個蝙蝠的數量每年在下降 我們知道大煙囪的煙道的裂縫 每年慢慢的在增加 因為那個是個老建築物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因為那個裂縫逐年的擴大 所以裡面的溫度濕度在改變 那這個溫度濕度改變 是不是就影響了蝙蝠媽媽 要不要繼續來這邊生寶寶 那這些都有很多的可能 所以我們就進去做了所有的監控 24小時的監控 裡面我們裝了一個小小的氣象站 這個氣象站在幹嘛 就是在紀錄裡面的溫度濕度日照 那24小時的影像監控 就是在看蝙蝠有沒有什麼時候進來 那它什麼時候生寶寶 那有沒有什麼很異常的活動 這個都是我們想知道的 所以這個時候智慧科技就進來了 那我們也用VR在重蓋這個歷史現場 所以這個也是科技的一部分 那質疑性設計比較是一個藝術社會 批判的一個方法論 那我們就是把它拿來當作是一個我們藝術展演 我們藝術展演不是只是為了要拜拜 就讓大家娛樂一下 我們其實都在提出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創新的手法 藝術加科技加歷史的活化加環境生態的保育 就是我們這個計畫的蠻重要的一些手段 那目的就是透過質疑性設計 透過物聯網的系統 透過3D VR的這個在線歷史現場 我們在做的就是保存跟活化的這樣的工作 那下面這張圖片其實就是我們用動畫 360度的動畫做出來的 我待會應該可以放 好 那我們畢竟人力有限 經費有限 所以我們下一個目標是希望我們交大可以跟企業結盟 然後共同肩負起這個還蠻複雜又重要的一個社會責任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把新竹二戰工業史跟戰後的眷村文化 跟新竹科學園區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充分的鏈結 然後呢 我們希望是一個多元教育的發展 在地社區的關懷跟智慧科技生態保育 還有藝術文化的推廣 慢慢的能夠往藝術的生活的博物館移動 就所謂的深博物館移動 好 那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往這個地方再努力 所以那希望的是說 我們到底這個不是少數人可以做得到的 也不是一個團隊兩個團隊 所以其實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與 那我們交大有一個所謂的全國唯一的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所以我們則無旁待 我們在歷史這一塊的論述就應該要出席 就應該要參與 那我們有科技藝術有創新設計 你看我們交大有什麼 有交大的跨領域藝術團隊 清大隔壁也有了所謂的國際碩士學成 有科技藝術組 然後我們交大也有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TDIS 所以這些是不是都是一個非常適合一起做 團隊努力的一個所謂的基地吧 交大本身跟清大結合起來 加上竹科的半導體博物館 其實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往前推進 那雙毛蝙蝠的生態教育 我們也已經開始了 就是說我們跟台灣蝙蝠學會 我們跟倫委會特身研究中心 跟學界的一些專家 其實都已經開始在做這方面的所謂的基礎工作了 那最後當然就是希望說 園區有更多的企業可以加入 然後最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夢想家 那我在想可能各位同學就是最棒的夢想家 不是做夢的夢 而不是是做夢的夢 可是不是在做白玉夢 而是你要投入 就是說你就想說老師我會什麼 其實你會的很多 你們不要小看自己喔 好我們現在應該是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是我們音樂所自己拍的喔 這是我們音樂所自己拍的喔 就是我們從去年 2018年大概七八月開始 一直到現在的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請問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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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双毛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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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林欣怡老师 这是校长 然后我们在一文空间办了文件展 这就是我们盖的VR系统 这是你戴上那个头盔以后你可以体验的 这是当时的发电厂跟养机厂 然后我们跟厂商合作 广播广场飘浮以下 这是我们的光桌说故事 然后这是纪录片学章 这是我们在现场的动画头衣 然后这个就是双毛蝙蝠监控系统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参与 那我们再放一小段是媒体报导 所以这个是那时候的驻站工作点开幕 然后文化部市长 副市长 这些还有我们的校长都有到现场来 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动画 所以烟囱那一边那条马路就是见美路 那其实就接着旁边通通就是清大夜市 后面就是风道了 那屋顶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带的那个结构其实只是要让观众可以知道说当初是有一个屋顶的 然后这个大烟囱是60公尺高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四个大眉斗在右边 这个就是大眉斗 这个就是大眉斗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其实就是当时的发电机的所在 然后后来眷村的居民在这边养鸡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先完成的一个动画片 那这个是林亚平建筑师事务所 他们其实也同时承接一个文化局的标案 就是做整体的一个大方向的规划 那这是他们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透过他们的调查 透过他们的专业 他们就已经画出可能将来这个博物馆或是这个文化园区 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重新整理完以后他们会把屋顶盖回去 然后那里其实也有很丰富的植物生态 有116种六人的植物 他们有把每一个植物的名字都调查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它是一个社区的 它是一个新竹的 它也是一个国家的跟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 那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在这边展开 可以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创生的共生共鸣的一个所谓的文化园区博物馆 然后呢 这个是二楼 你看右边是那个大梅斗 有没有 这四个大梅斗 然后把屋顶盖回去 是一个透光的一个屋顶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发生 是很人文的 是很科技的 是很艺术的 是很生态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是一个生命教育的场所 好 那刚刚有跟各位同学提过 我们已经在烟囱下面 有一个驻站工作点 这是7月13号开始营运 就是我们等它工程修缮完毕 我们进去整个做里面的装修 跟把东西放进去 那现在它是每天都会开放 除了礼拜一跟礼拜四休息以外 六日都开放 那你可以上网预约 你就只要打大烟囱下的家 你就可以预约 那里面的工作人员 就会带你进那个 六人的历史现场 去做那个参观 那里面也有一些 我们做的艺术作品 或是那个蝙蝠生态教育空间 其实都有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楼 然后这是两层楼的建筑 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漂亮 可以 同学有空就可以过去看一看 那我们在那边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那这是开幕的时候 一个揭幕的活动 然后我们开始 进行所谓的多元的一个教育的 这样子的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 不管是导览也好 或者是工作方 然后大概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 小规模或大规模的参访活动 那其实右边这个是 林本岩先生 是那个文史工作者 他也八十几岁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举办了跟大人 还有小朋友的工作方 像这个工作方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 跟他们做蝙蝠的小 这样的DIY的活动 那主要是 这些都是社区的民众 然后妈妈会带着小孩来 然后这个同学 他做双毛蝙蝠的保姆 已经做很久了 他从国中就开始做 然后他现在 今年要去澳洲念大学 那也是因为他常年 跟他的妈妈 都是双毛蝙蝠的保姆 就是人类保姆 所以他就决定他到澳洲去年书 他要专门研究动物学 就说 这个义工的活动 其实慢慢的就影响他 对生态教育的一些核心的价值 所以他就决定要 往这个地方去发展 那你可以看到 小朋友对这些都是非常好奇的 而且也很关心 尤其是 这个是 当初住在厂房里面的 林本彤先生的太太 跟他的妹妹 他们都 现在还健在 然后都会 透过访谈 跟献身说故事 把他们当初住在这边 60年的生活经验 跟我们分享 还有他们对未来的想像 都是会透过各式各样的场合 来讨论 其实他有9张 可是因为这个幻灯片 没有办法全部换上去 你来看 同学看一下 最左边的这一张 其实是非常早之前 在民国52年 我们住在那个附近的妈妈们 十位 在这个楼梯上排成一排 然后留下一张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的照片 然后过了很久以后 这是2013年 你看那是民国52年 是1963 然后这个地方是2013年 赵老师把他们邀请回来 然后重新 再按照原来的顺序 再排一次 在楼梯上排序 然后再照 那有些妈妈已经过世了 不过 你可以看到 历史是永远存在的 可是人是不断地在凋零 然后文化部长在2016年 跟着青大的王俊秀老师 还有我们的林世坚市长 他们也在这个地方赞成一排 那其实洪主任啊 我啊小光啊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照过想 然后可是很不幸的2018年 厂商在清理现场的时候 楼梯就倒塌了 那当然那是个意外 不是故意的 可是也就 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就说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点一滴的在流失 在流失中 就是 这个地方 扶梯会倒 有一天可能哪一个墙 就会倒下来 所以 这种保存跟活化 其实是刻不容缓 就是我们要更积极地去 关心这个地方 那这个可能是同学 非常有兴趣的一块 因为 这是我们交大的 团队进去做的 就是 我们在 这个地方 架了24小时的监控系统 跟一个很小很小的气象站 那这个烟囱因为很高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楼梯爬上去 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系统盖好 然后是24小时的 所有的资料都是一直往交大的实验室在送 那这些资料很重要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生态研究的一些基本的data 没有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做研究 那双毛蝙蝠非常非常的可爱 你看它就是一个夹缝型的 那我们那时候 3月底把这个监控系统盖好以后 4月多他们就来了 这一群有好几只 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就知道原来它来了 那我们当初在盖这个监控系统 其实我们很担心 在担心什么 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人为的介入 就是我们试着要帮忙 可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我们的帮忙会不会影响他们 所以我们是非常战战兢兢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用最少的干预去做最大的所谓的监控的效果 那所以当我们3月底盖好这个系统 然后4月初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就是说他们还是来 就表示我们没有干扰到他回来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每年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迁移的活动 跟生蝙蝠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有 他很小 他最重只有S5克 然后他叫双毛是因为他这边会一戳白毛 身上也有一些白毛 没续过啊 哦 蝙蝠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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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在照耀的时候 我会用那个不 可是他最续售匙蝠膜 线之法 我没有卡的机枕 你會注意到尖端的勾爪是很利的 很尖的 那你很容易就被那個纖維 貓尖的纖維勾住 所以我才必須要用這個廚房紙巾 不然他平常他們喜歡那種 就是用纖維有優秀 對 這個平常還沒有很好勾 是 對 行程測量他們的鉛筆長不夠長 對 你就知道那種的微型紋是很不常的 好 這隻雙毛蝙蝠它的名字叫黑糖 黑糖 為什麼會叫黑糖 因為它跟人很親 它其實就是那個高中生養了好幾年的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蝙蝠可以盡量回到媽媽的身邊 不要用人類去飼養它 因為如果人類當它的媽媽 當它的保母 最後它就回不去 它就沒有辦法回到它原來的棲地 可是這隻黑糖 為什麼後來會讓人類養了六七年 是因為它一出生的時候 它的其中一個翅膀少了一小段的骨頭 就是說它是有缺陷的 然後一隻蝙蝠媽媽最多只會生兩胎 就像一次就是只會生兩隻 那因為他們的存活率大概只有20% 所以媽媽一定要馬上就是 如果發現這個寶寶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它就馬上就會放棄 因為它不會把力氣花在一個不健康的寶寶 然後因為它也回不去 那所以這隻就被怕媽媽氣養 然後媽媽氣養就是 也不曉得是它把它推下來 還是它自己不會飛掉下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它是被人撿到 然後趕快送到蝙蝠救傷中心 然後由人類媽媽或是人類保母來認養 那黑糖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被人類來照顧然後長大 那它叫黑糖是因為它從小就給人類養 所以它就跟人很親也很黏 那它很愛吃喔 就是你給它多少它就吃多少 那它可是雖然它是這樣 可是它還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它就變成是個蝙蝠的親善大使 就是每次我們在做蝙蝠保育工作方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黑糖出來 因為它也不怕人 然後它跟人都很要好這樣子 然後它每天就是說 它每天其實還是要練飛一個小時 因為為了讓它的翅膀是可以有足夠的力量 所以它這個高中同學 它每天晚上就是要在他們家的一個房間裡面 搭一個很大的蚊帳 蚊帳是兩條縫成一條 然後把蝙蝠放到蚊帳裡面 然後要讓它每天晚上要飛一個小時 這只是為了它的身體健康喔 可是因為那個蝙蝠飛啊 有時候會不小心撞到牆 或掉下來可能撞到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它其實是有一點小骨折 就是說現在我們在拍這個 手機拍這個黑糖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小骨折的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講沒講 你就跟蝙蝠的關係不太一樣 我們5月9號的時候 在一個半夜 突然那個E-mail就 就 噹噹噹噹一直響喔 然後我就起來查出了什麼事這樣子 結果原來是 那個觀察員發現蝙蝠生寶寶了 所以它就迫不及待半夜就 發了一個訊息出來 然後就把這張照片 就貼出來說 蝙蝠生寶寶了 然後你就會說 老師蝙蝠寶寶在哪裡 其實它就一點亮亮的 然後我們都看不懂 因為我不是專門在研究蝙蝠的 可是蝙蝠觀察員他看得懂 他就還畫了一個圈圈說 蝙蝠寶寶在這裡 這個當然對我們來講都很重要 因為蝙蝠媽媽來 然後在這邊又跟以前一樣 在這邊生下寶寶 就表示我們的這個 生態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即時監控系統 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觀察到每一個活動 然後也知道說沒有干擾到他們 他們還是在這邊可以做 他們平常遷徙到這邊的時候 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卡片 慶祝寶寶出生 這個是我們的 雙毛蝙蝠的教育展示空間 那在這個 就是蝙蝠在大煙囪的時候 我們是24小時把影像 從煙囪裡面就拉出來 讓觀眾可以隨時24小時的看到蝙蝠 那它白天比較不活躍 晚上它就非常的活躍 因為它是夜行性的 那這個是一個雙毛蝙蝠的標本 那這個標本是有人撿到 它的這樣的一個個體 然後撿到的時候它剛剛死亡 我們為了要延續它的生命價值 所以我們就趕快 用冷凍快速快遞的方式送到南投 去做成標本 然後再去把它取回來 那有這個標本其實很重要 因為通常你是不容易看到雙毛蝙蝠 因為它出來的時候就飛得很高 所以有這一個很完整的雙毛蝙蝠的標本 其實是有助於想要了解它的觀眾 或者是居民可以好好的觀察 然後我們也做了很多的 像是三折葉或海報 就是透過這些來宣傳 或者是跟觀眾分享說雙毛蝙蝠到底它的習性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工作坊 我們把黑糖帶出來 讓小朋友可以觀察 所以那個生態跟生命教育是從小就開始 而且是實地的觀察 它是跟知識是互相驗證的 然後這個也是經過調查 這個是大煙囪 然後我們知道大煙囪的蝙蝠出來以後 它是沿著頭前溪一直一路一直飛 飛到南寮漁港去找食物 然後到了晚上它才會再回來 回到它這個大煙囪的住處 然後我們在那個 教育蝙蝠生態工作坊裡面 不是蓋了很多的蝙蝠屋嗎 然後掛在煙囪旁邊 後來我們也有觀察到 其實蝙蝠後來有進去住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希望它的棲地是可以多樣化的 我們在擔心的是說 如果仁愛國宅那些鐵皮屋 有一天拆掉了改建了 其實雙毛蝙蝠那裡現在有700多隻 大概有760隻上下 我們擔心的是 如果這些鐵皮屋拆掉了 蓋大樓了 其實這700多隻的雙毛蝙蝠就沒有地方去 因為它現在在煙囪裡面的數量 是逐年在下降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附近蓋一些 所謂的另類的可能 它會考慮住進去的蝙蝠屋 那後來我們是真的發現 它真的有住進去 那這是另外一個小小的短片 這是我們在6月6號跟7月9號 在交大的藝文空間辦的文件展 這只是一個很短的宣導短片 然後就是洪主任幫忙非常非常的多 整個藝文空間的團隊 就是全心全力的幫我們辦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是我們做的動畫 就直接投影在大眼重型上面 這個都是同學做的喔 然後同學是來自交大的各個系所 然後加上應律所的同學 這是一個小小的宣傳短片 那我現在就很快的跟同學分享 當初在藝文中心的辦文件展的時候的現場 然後我知道大家對文件展的想法 都是很多的文史資料 可是我們當初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在做文件展 我們是用比較是多媒體的 有藝術的 有科技的 有文史的 然後有很多的紀錄片 所以這個是一樓的現場 我們做了六藍的大事記 把從二戰時期一直到眷村時期 甚至把雙毛蝙蝠 在什麼時候被發現 然後通通整理到最左邊的 所謂的大事記裡面 然後右邊就是林欣宜老師 帶著同學去做天調 然後把六藍的歷史 跟自己個人的所謂的生命歷史 重新做一個鏈結 所以它叫雙層生鏽 聲音的聲刺鏽的鏽 非常有趣的一系列的作品 然後慢慢的二樓 就會有很多的電視牆 有老照片 有那時候很早期的時候的 文化局就已經拍了滿多的紀錄片 我們就在那個投影牆上面 就放那些紀錄片 然後二樓有很多新的作品 然後也有邀請了許家瑋的 那個飛行器雙毛服 四者正言 為什麼會特別講它 因為它這一個 就是真的是針對六藍的二戰歷史 跟它整個的生態 做的一個紀錄片 而且這個作品已經被全世界 各大部物館收藏了 你到日本到美國都有它的 這個作品已經被全世界認可跟收藏了 那我們也邀它到交大來訪 所以在文件展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把 即使的大煙囪裡面的影像 就直接拉到一文空間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蝙蝠在這邊 就是在那邊動來動去的 然後有時候還會發出聲音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把很多相關的東西 做了一個完整的整理 創造跟呈現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保存跟活化 是很活潑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就是 上面是光桌說故事 那我就廣告一下 其實這個光桌說故事 是從2011年 第一次是在德國的萊比錫 就用這樣的方法在那邊表演 然後前後已經經過八年 就從第一次到現在已經經過八年 然後其實已經有五代了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說故事的方法 它是多媒體的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VR 我們就是重蓋了歷史現場 就遼然的歷史現場 然後有那個光影漂浮的這樣的影像 那這個也是值得一提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做這個 多媒體光桌說故事 所以其實我們參與的同學後來也都變成 蠻不錯的藝術家 說故事跟繪本藝術家 所以我們今年有一個江崑森同學 他其實光今年就拿了八項的國際大獎 那這個是為六軟專門做的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地方就是讓同學看一下 我們的重現歷史現場 其實我們很精準的把當時的日本人用的發電廠 發電機就整個就蓋出來 在VR系統裡面蓋出來 然後這個是德國製的 就是當初日本是跟德國買 應該是不曉得為什麼可以買得到 因為他們通通是同一邊的 那我們也做了當時的軍人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養雞場 然後這個養雞場有很多爭議 因為其實我們都已經沒有看過這些雞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可以在線歷史現場 其實是透過眷村訪談 然後裡面的以前曾經養雞的人跟我們講 他們養的是白色的肉雞 然後養大了就會宰了 然後就直接拿到馬街醫院旁邊的那個新原市場賣 那有的人看了這個雞以後就會 曾經看真的就是當時住在六軟大廠房裡面的這些住戶 就會跟我們講說我們的雞太胖了之類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很希望得到的回饋 像剛剛那個軍人的那個衣服 我們把它做成土黃色 然後後來那個九十二歲的王坤玉伯伯 他是當時在六軟裡面的制圖園 就跟我們講說那個顏色錯了 那個那時候的人是穿青色的成型的 應該是海軍藍的意思 所以我們後來就改了 所以這些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有點在跟時間賽跑 我們做很多的還原歷史現場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知道它正確或不正確 所以我們其實很需要知道的 曾經看過這些東西的所謂的騎勞 或者是這些居民來告訴我們 這個是我們除了VR之外做的那個光場漂浮影像 它其實就是在這裡 它只是光學原理 你要站在一個角度你就會看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王坤玉伯伯 他已經今年九十二歲了 所以他是不是很酷 我沒有看過那麼酷的長者 就他九十二歲 然後他盡力充沛 然後他戴上VR頭盔 他也不會頭暈 然後他就拿起那個拐杖 就開始指說 這個對對對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拐杖在現場揮來揮去 還打到同學的頭這樣子 就超酷的 然後他就是跟我們講那個顏色錯了 是青色不是土黃色 我就覺得這個伯伯好可愛 然後這個是文化局局長 黃局長 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同學 我們在11月15、16、17 就是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 三天的晚上 我們要在這個歷史現場演出兩個劇 互動劇場 然後這個互動劇場 專門就在講這個地方的故事 然後這個劇是從零開始 是我們2018年跟德國的後劇場 要合作 那所有的科技都是我們開發的 那一個劇是德國後劇場寫的 另外一個劇是我們交大音譯所的 畢業的學姐寫的 那可是裡面光是這兩個劇 大概就有五十幾個藝術家 包括我們的工作人員 所以如果同學很有興趣 就歡迎你們10月10號趕快上網去搶票 因為一個晚上只有130張 因為它沒有很大 這個廣場沒有很大 那不能講太多 因為還是要讓同學親自去看 我可以大概講一下 我們兩個劇一個叫做原諒遺忘 一個就是無紀念碑 或者是你要念非紀念碑 那這兩件作品都是非常有創意 我可以這樣講 都在挑戰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在講歷史 我們要和解 我們要原諒 一定要先記得 然後誰可以蓋紀念碑 我們可不可以蓋紀念碑 然後這個劇就是要讓 現場130位觀眾透過你的智慧手機 直接上網 我們一起來蓋紀念碑 那這個當然 這個整個研發是一年多的研發 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天 把新竹生博物館蓋出來 我們希望它是科技的 它是人文的 它是藝術的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 目前的團隊 目前 將來可能會更大 是有藝術的 有科技的 有文史的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所謂的義域結盟 然後一起參與社會 推廣所謂的藝術文化 展開一個跨國跟 跨領域的時空對話 那我們 這個劇是在新竹首演 我們叫世界首演 因為我們是要把它帶到 德國柏林再去演的 這個劇的特色就是 共創紀念碑 共構歷史 我們舉出一個它的第一次 就是第一個 亞洲二戰的特定場域演出 然後在新竹進行世界首演 然後它是台灣跟德國的合作 是互動媒體 而且是全新的 我們不是拿以前舊的東西 全部是新開發的 然後將近有50位藝術家的參與 然後全新的音樂 全新的文本 全新的影像 然後 這剛剛講過了 就是你只要帶著 你的智慧手機可以上網 我們就會連到一個 IoT的一個 共創平台 透過一個我們開發的 投票系統 我們就可以一起 集體的來為台灣 蓋第一座二戰紀念碑 這個大概 所以一樣是在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誰的歷史 誰的現場 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那兩個故事 一個是五個鬼魂的故事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透過科技 其實是在對歷史書寫 進行一個賦權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 我們開始就會有話語權 跟所謂的 撰寫歷史的這樣的一個主導權 這是我們的海報 那現在這個問題 可能就會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透過一個科技 你可以蓋紀念碑 那這是不是一場辯論 當然是一場辯論 就是說 我們在質疑的是一個 主流歷史觀點下 所產生的紀念碑 我們也是在 對所謂的二戰紀念碑的建制 進行一個 另類的歷史的書寫 然後一個話語權的 一個賦權的 一個行動 然後呢 我們 其實不是只是在做科技藝術而已 我們是在做一個詩編 就是 誰可以蓋紀念碑 誰可以擁有話語權 這個是大概一個很 技術的一個結構 就是 左邊是一個手機介面 你只要按下你的選項 所有的資料就會傳到雲端 開始就會計算 然後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Data的視覺化 然後 然後 把 大家投票的結果 就投影在剛剛你看到的那個 六公尺高的 那個白色的 立方體上面 那我們在講歷史大和解 可是 這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說紀念是對抗遺忘 那紀起是不是才有可能原諒 所以我們在講的就是 誰可以樹立紀念碑 誰可以擁有話語權 誰來進行歷史書寫 如果歷史被遺忘 那麼原諒是不是有可能發生呢 如果我們通通不記得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如何原諒 這個是還蠻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 forgetting 我把 我故意把 忘記的那個 英文字拆開喔 forgetting 是不是 是為了 只是因為你有所目的 你想要得到一些東西 那如果說 forgetting 是一個歷史 或是一場戰爭 還沒有癒合的傷口 那forgiving 是不是可能是一個 修復關係的可能 是一個可以把這個傷口 療癒好的一個 一個藥劑 所以 這個地方都是用雙關語 就是forgive 跟forget 都是有兩種意義的 那我們的劇的目的 這好像剛剛也都講過了 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對話 一起來想一些 我們之前都沒有機會想的事情 就是 這是到底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些事情如何影響我們 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意義 所以 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一定的答案 我們是希望 透過一個邀請 透過一個參與 我們可以一起來激盪 一起來討論 那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也唯有對話 我們才有可能 瞭解彼此 這個是 彼得祖姆托 他是一個瑞斯建築師 那他 其實2009年就得了普利茲克獎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moments lose in time like tears in the rain 就是說 過去的那些時光 都流失在這個時間的洪流裡面 就好像我們的淚水在雨中也不見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跟歷史之間的關係 這很值得省思 就是 很多東西就是不斷不斷的在流失 就好像我們的淚水在雨中裡面就跟雨水混在一起 最後就不見了 那如果這些東西 這個歷史是我們的一部分 那我們要不要去把這些時刻找回來 或者是說我們的前輩 我們的祖先 他們留下來的淚水 我們要不要去體會去知道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邀請大家一起 很積極的參與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團隊是open的 就是 你覺得你可以為我們做一點事 或者是 不是為我們 而是為新竹六欄做一點事 那你就上網找我的email 寫信給我 我們現在要展開了很多的活動 也都很希望 讓更多的人來參與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你的參與 我們可以來傳承 然後 讓我們新竹可以變得 變得是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歷史的一座城市 好 那 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 要給同學聽喔 要給同學聽喔 好 同學要注意聽喔 好 同學要注意聽喔 是誰在叫 是誰在叫 他裡面有雙毛蝙蝙的聲音喔 因為我們 在做雙毛蝙蝙保育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蝙蝙專家 就錄了蝙蝙的聲音 然後也用熱感應去找蝙蝙的位置 譬如說 雙毛蝙蝙 它住在蝙蝙屋裡面 其實我們眼睛看不太到 可是我們用紅外線熱感應去偵測 就發現那地方有熱點 當我們發現有熱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知道 其實它已經住進去了 那 還有一個就是 蝙蝙是用 超音波在定位 用那個聲納 對不對 他們不是用眼睛 就是他們在飛行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 發出那個 超音波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在收集這些東西 那我們在12月的時候 會有 六蘭的藝術展演 11月是劇場 12月是藝術展演 我們其實就會有一個 雙毛蝙蝙的聲音裝置 然後 然後 如果你們到現場 你們就可以自己mix 就是我們會有蝙蝙的聲音 然後有現場的電子聲音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mix 自己mix以後 你們就可以download 變成你們自己手機的來電打鈴 好 那剛好三點 那開放各位 可以問問題 各位老師你好 因為我本身是新途人 然後就住去台灣附近 所以我看這個演講 剛剛有幫你處理 那王浩寫是你知道說 你們想要在這邊 用蝙蝠的保育環境 可是我看起來 做這些博物館的事情 跟保育環境 也有可能不要重複 那我不知道你們 怎麼在裡面做權衡 對 好 非常棒的問題 對 就是現在就是 這也就是我們壓力很大的地方 我們知道 就是說 如果它不變成一個博物館 其實這個地方慢慢的 可能就會變成大了 就是都更 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 很多的文資團體 甚至就是說連文化部文化局 你都覺得 這個地方一定要變成一個博物館 可是這個博物館 就要 就像你說的 如果它變成一個博物館 它是不是就干擾到蝙蝠 可是 大家也都知道 蝙蝠是幾月來 是清明節前後來 然後 中秋節前後它就會走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的那段時間 是不能有噪音 不能有大的震動 因為這個會干擾到它 所以我們現在 在規劃這個博物館的時候 其實就要把這個考慮進去 還有一個就是說 博物館不會在 可能不會在我手上完成 它會在 很多很多的團隊 一起努力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集體的大家的投入 它才會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扮演的一個角色 其實也是同時在宣導 就是說 我們即使在規劃博物館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會帶動一些所謂的社區的經濟活動 可是這個要在 不干預蝙蝠的大原則之下 所以是有可能是說 在清明節到中秋節這段時間 那靠近大煙囪的地方 是有限制的開放而已 然後只能做靜態的活動 然後在另外一邊 就是所謂的大廣場 就是我們要演劇場的那一邊 才比較可以是活絡的 那可是我們基本上都是希望這個地方 是一個生活的 而不是一個商場 不是那種非常熱鬧的地方 可是這個當然是要靠大家 一起來溝通宣傳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非常沒有sense的廠商 標到這個BOT的案子 然後他把你搞得很熱烈 然後常常有一些什麼演唱會 可能就會干擾到 所以你問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很小心在處理的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老師 地下有庫 是在建工高中的校區裡面還是外面 什麼時候我們有機會可以進去 另外我要分享一下 在一個跟里長的互動 跟什麼的互動 跟什麼的互動 翁秀琼互長 你要跟我們分享跟他的互動 翁秀琼互長他們是很希望這裡不要變國廣 然後座牙那邊可以跟300戶度更 那這樣他的房價會上漲 對 我們了解 那我就跟他吹了一個牛 你就跟他吹了一個牛 說這裡將來會變成一個世界的國廣 很多牛他會進來 然後這三百戶 這三百戶大家都會搬出去 不過因為它會變成日足的 像旅館一樣的套法 然後你們現在就不要劣住 要賺更多 然後被我回來 在裡面被我餵 對嗎 我說你不要有練習 我覺得你跟那個里長的互動好有智慧 我下次遇到他 我要跟他講博物館可以帶來的好處 然後你剛剛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那個油庫對不對 油庫是在一個土地公廟 那個地方 前面是一個什麼福利社 一個聯勤福利社 我不太會講 他叫那條路 我現在其實 那是公道府旁邊那個有在一邊唱的 對對對 他現在在管那個進出的 其實是那個土地公廟的廟公 因為一定要先到他們的土地公廟 然後才能再往下走 所以其實那個打開那個鐵門的 那個現在是土地公廟的廟公 然後他不會隨便幫人家打開 他好像只跟幾個有在做研究案的老師 他會因為老師帶著參訪的民眾跟學生 才可以進那個大油庫 然後如果各位很想去參觀那個大油庫 我覺得可能就是直接到那個大煙沖下的家 去看如果我們有辦那個大油庫的參訪 我們通常會公告 因為那個只有有人帶才有辦法進去 他不是開放的 因為他還是有危險 因為那個進出的洞只有這麼大 所以你是要這樣爬進去的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裡面的氧氣 可以撐多少人 所以我們不會在裡面待太久太久 然後我們是會控制人數這樣 所以如果真的 那個您很想去看 可能就是也可以在大煙沖下 跟我們留下那個聯絡方式 因為我是新竹水道去水口的子宮 我覺得是現在新竹市中我會花很多錢 可是最後都輪為小朋友的那個油的場所 所以我在想說你這個雙毛扁不弄出來之後 其實會有很多的學校去 然後你如果附近沒有這樣玩的地方 最後都變成那個文字館 我覺得說他這麼棒的那個取水口 然後都是玩累的再進去取水口 就變成一個本末倒置 他們是玩丟瓦體 一樣是玩那個細水池 然後最後才進去看一下 看幾眼就走了 就走了 覺得很可惜 那你如果政府投資下去 最後沒有規劃好的時候 不僅是破壞生態 而且到最後是變成很蠻收拾的 就像那個四國館也是這樣子 對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專業團隊進來 真的就是很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只是在做一個硬體的規劃 或者是建設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軟體 就是說我們每一週每一天有什麼樣的活動 這個活動不是只是讓參觀的民眾 或小朋友進去看一看玩一玩 而是它是可以累積 我在想一個城市的偉大 真的是需要有很多能量的累積 那這個能量的累積到底要如何完成 這個真的是要大家及時管一 這也是很多人現在其實已經在做 如果同學或者是各位老師各位觀眾 你們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將軍村去看一看 其實將軍村現在就已經開始是 建築所的龔樹張老師在規劃 他們就很用心的 他們在講的就是 這是一個活的圖書館 那為什麼要講活的圖書館 就是要跟生活結合 所以一定不是一個圖書館裡面有書 而是這個圖書館除了有知識性的東西之外 他們如何有所謂的生活跟民眾關切的東西 可以一起結合配套 就是關於那個活物館的話 是我在想 因為他就是在幾個大的夜市的旁邊 對 所以會不會就是那個活物館裡面 跟夜市結合 對 就是結合就不用自己去處理那個 或是客人的問題 就會 就人潮的問題是嗎 就可以把它做在一起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棒的思考 因為我還沒有想到說 夜市可以跟跟博物館結合 可是我覺得是很有可能 因為既然有博物館就會有 食衣住行 然後清大夜市又跟交大還有清大 非常有關 因為我們也常常要需要那邊去找食物 去買生活日常用品 對 很謝謝你的建議 我們可以把這個寫進明年計畫 不敢說敢想 我因為上課之前跟賴老師有稍微一點聊過 所以剛才賴老師介紹這麼多東西 感覺已經有這麼多活動了 好像可以放心了 可是事實上 我們也是遭遇到很多的問題需要克服 那剛才真正舉手的 雖然說在地的新竹人不多 可是大家有機會在這邊當四年的新竹人 希望有機會可以為這個地方貢獻一點心力 更多人去關心去參與去談論 或許可以改變工夫們對這個地方的設計規劃 會有更積極的表達 這是我希望賴老師應該最大的想要呼籲的 應該也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同學看到的都是非常積極正面的 可是其實我們遇到很多困難 就是因為我們是兩個計畫結合在一起 一個是文化局的一個公部門的案子 一個是我們教他自己投注很多的經費跟人力進去 可是其實我們多做有時候會讓人家很討厭 就是說我們多做然後他就會講說 你又不是真正的廠商 然後你們做這些事情會不會出一點疲漏 因為公部門最怕出疲漏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你們怎麼這麼認真 不要這麼認真 那個不要做這麼多 可是我們又會很熱血啊 因為我們就想說我們只有20個月的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標案只有20個月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趕快做趕快做 多做一點 然後多提一點意見給文化局參考 給公部門參考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 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來參與這個計畫 在執行這個計畫 所以 不過我不介意被討厭 因為討厭是一時的 喜歡是永遠的 有一天我們都會很喜歡這個地方 好 謝謝大家